哈囉大家好我是阿正 歡迎加入阿正的廢宅小圈圈 本集的日劇分享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科學懸疑推理劇《潘朵拉的果實 科學犯罪搜查檔案》 開始之前一樣請大家把滑鼠移到螢幕右下方幫我按個訂閱 本劇改編至中春期的推理小說 《科學犯罪搜查班 天才科學家最上有記者的挑戰》 2022年4月開始在日本電視台的《土藥劇場》播出 由《藤剛定》單剛主演 搭配《岸井玄乃》《中山御界》 《佐藤龍泰》《安藤正信》 以及《本甲屋圍鄉》等人聯合演出 客串陣容包括內田李央 天木淳 栗山簽名 《反骨游夏》以及《舊劍林奈》等人 劇情敘述警官小比列卷正在警察廳內籌組科學犯罪對測試 因此希望能招募天才科學家最上有記者單剛顧問 他原先是科學界少見的年輕博士 卻在三年前突然銷聲匿跡 前往鄉間農場負責養殖兔子 同時曾任職於搜查一刻的刑警長谷部也加入團隊 另一方面小比列卷正透過某組織的先進科技 將五年前因意外過世的妻子雅美封存 等待未來能讓他復活的技術出現 現在他獨自撫養女兒新來 而科學犯罪對測試首先必須解決最新型AI機器人 立友涉嫌的命案調查 原先被定位成看護機器人的立友 卻被警方認為殺害了製作團隊的CEO 於是小比列卷向最上博士尋求協助 希望能透過儲存在機器人內部的資訊找到線索 同時他也向在厚生勞動省任職的學弟三支探尋製作團隊背後的研究目的 本劇由日本電視台和串流平台Hulu共同製作 由曾製作螺旋迷宮的福田哲平單綱編劇 並由曾指導海源系列以及暗殺教室的語助英伊朗單綱導演 本劇第一季共10集平均收視率5.7% 第二季則由Hulu單獨播出 目前台灣區可以透過KKTV以及LINE TV線上收看 以上就是本集的全部內容 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看法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也請訂閱按讚加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是阿正我們下次再見囉掰掰